在这个历史的一刻呢 我们也邀请到贵宾来现场做见证 魏锤龙他永远的总教练 徐生铃徐总的夫人谢荣耀女士 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请谢荣耀女士来替徐总 来跟您的子弟兵来向龙妮说几句话 心情有一点激动 龙队对我个人来说是有爱有遗憾的 二十年前的农球员感性是非常紧密 跟球迷之间也是像家人一样 我们一起历经了一些风波 还有一些职棒的厘潮 那大家都相挺而过 可是在三年八以后就画下了一个句点 那虽然有遗憾 但是有好几次的时间 我曾经跟徐总 我们有坐下来声聊过 如果有一天 魏权又重铸又回来了 你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的徐总师已经是跟我讲说 我会支持啊 因为为了很多在基层打球的孩子 因为这些孩子 尤其是在偏乡打球的孩子 他们真的很需要换转家中的经济 尤其是我现在在帮我先生做序梦 我在帮这群孩子做竹梦的当相 我看到了很多 所以今天平良先讲 我真的很谢谢三斗 你愿意真的听了我一些声音 那也愿意重铸这些球队 那把军商 九龙 泰山再扣回来 那他们也愿意再回来这个球队 为未来的农队来打拼 农族一直没有散掉 这些农魂的朋友 球迷朋友 是真的走入了那么多的球队里面看 是最团结的一群 那他们让人家感动 是他们的心很紧密 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去珍惜 要好好地跟他们做好联系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情感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球迷的一个点 那我相信 我真的很相信 这些球迷朋友其实也一直在看着我们 等于也是在监督着我们 新的球队 你们怎么去再把农族 把他更紧密地做一个结合 那让外面来看 我们是真的 我们是真的有心 要把球队做得比 你们可能想象的更好 那也是恢复以前 就像不正刚刚讲的 我们要把那些精神再找回来 那我觉得在三重民努力的促成之下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预期的 而且给现在在打球的孩子们 你们会有希望的 因为多了一个球队的存在 你们的机会就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也比较不会留下你心中的一些遗憾 那再加上我们新的领队 因为他的有不同的思维 他是科技人 那他的新的思维 他的想法 可能会更融入在这一群教练团里面 大家一起打拼 这是可以预期的 请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那给更多的鼓励 至于外面的一些 就这样吧 就是给我们鼓励吧 真的给我们鼓励 谢谢